小丑成了手持尖刀以杀人为乐的刽子手 白衣女人轻轻挥手将他人击出几十米开外 照镜子的女人多看了几眼 镜中的自己留下两行血泪 熟悉的面貌变成陌生女人的面孔 若与强的悬殊比拼 邪与正的极致演绎 连载15G之九仍在某半占据高达9.2的评分 足以证明优秀剧情深受大众好评 话不多说 接下来让马哥带领大伙 细细品味这部令无数观众 深深着迷的优秀美剧邪恶力量 第15G 墓园内 上帝释放恶灵 沉寂的尸体复活 迪恩等人苦苦熬战 可僵尸的数量实在太多 不得已退入谷物暂时躲避 蜂拥而至的僵尸将大门推得摇摇欲坠 迪恩与小卡商讨逃出去的对策 这时萨姆发现墙壁上的端倪 紧接着迪恩与他一同拆开石板 举起工具不断倒过砖墙 下一刻便有僵尸破墙而出 小卡见状高举石板狠狠杂取 僵尸受袭瞬间灵魂出窍 漠然从他们的身后传来声音 伙伴杰克竟好端端地站在那里 萨姆误以为他死而复生 小卡一眼看出对方是恶灵附体 恶灵热情地打着招呼 告诉众人自己名叫贝尔 小卡猛地将他摁在墙上 众人一番劝说 小卡这才放了贝尔一马 正当众人商议如何逃出墓园时 贝尔却告诉大伙自己有了主意 小卡用小刀划伤手掌 烟红的鲜血流入贝尔沾满泥土的手中 贝尔猛地一拍 沉溺掉落 周边顿时竞技无声 随后他们来到门外 眼见没了危机 他们便踏上返程地堡的旅程 开车返程的途中 贝尔告诉众人 诸多的恶魔即将利临人间 狄狠询问对付他们的办法 贝尔告诉他们 设立岩圈可以暂时保护众人 而自己恰好清楚启动岩圈的咒语 此时远处出现了无人驾驶的汽车 前车窗洒满了烟红的鲜血 女人刚刚还在跟闺蜜有说有笑 下一刻看到镜中的自己留下两行血泪 迪恩与萨姆先后下车前去查看 车窗上残留着近乎干涸的血迹 闲置的轿车空无一人 此时迪恩却倍感熟悉 原来昔日同样的情境下 他与萨姆曾将恶魔送往地狱 这不由让他联想到恶魔回归 如果他的猜想成真 那么意味着有更多的恶魔已经潜入人间 为了避免恶魔的出现带来慌乱 迪恩等人决定先疏散人群 于是假扮警察的萨姆来到治安官面前 比真外管道泄露为由 让治安官负责疏散人群 随即治安官告诉萨姆与小卡 五英里外的学校算是不错的落脚点 而后众人决定将疏散的人群送至学校 当他们进入居民房时 屋内的激进引起他们的警觉 墙壁上的血迹树说着屋主的不幸 持枪的萨姆缓缓行进 进入车库时发现货架后的女人与小孩 突然萨姆身后出现诡异身影 唱着生日歌的小丑手持尖刀 嘴里发出尖锐的笑声 漠然他的身影烟消云散 原来是小卡及时赶到 此时小卡发现萨姆的不对劲 当他查看萨姆肩胛出的伤口时 萨姆体内那股未知的力量 连身为天使的小卡都难以抵挡 此时走在街上的贝尔与迪恩听到惨嚎 当他们闻声感到时 治安官已经另丧灭亡 不过他的尸体也为贝尔提供了 发动延圈所需的新鲜心脏 此时小卡等人返程的途中 虚影一晃 小丑出现 陆续出现恶魔身影 女人抱着孩子在狼藉的屋内穿行 一路来到车库入门反锁 按下开关 电动闸门毫无反应 而后他趴在窗口向远处的行人求救 但他的呼救还是没能被听见 这时门外传来声音 慌乱下他与孩子躲入车内 下一刻露出诡异笑容的小丑现身 恶魔们的出现验证迪恩等人的想法成真 萨姆当即扣动扳机 女魔头一行幻影 萨姆再开一枪 不幸打中小卡 眼见女魔头逼近母子二人 小卡开枪射击 女魔头身如青烟飘蓄 下一刻便出现在小卡身后 一时间他与萨姆陷入苦战 突然衣衫蓝绿的静女破水而出 女人小腿被紧紧抓住 小卡扣动扳机击杀小丑 萨姆捡起遗落的喷子开枪 静女差那间烟消云散 但炎炎子弹只能暂时逼退他们 另一边 迪恩被白衣女一掌击飞 连贝尔妄想安抚白衣女的情绪 结果也难以幸免受伤的下场 而后迪恩一抚送她离开 两人前往她处购买材料 随即心脏割于岩堆之上 贝尔随即吟唱咒语 彼时 恶魔再度出现萨姆等人的身后 争鸣疯狂的笑声响起 萨姆等人跑在前头奋力狂奔 眼见恶魔即将抓住萨姆 小丑的尖刀却被无形力量格挡 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他们明白是严圈的力量保护萨姆等人 临走时 萨姆还不忘出言嘲讽 恶魔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 随后迪恩等人将母女俩带到学校 叮嘱他们切勿透露恶魔的事 事后迪恩与萨姆谈及如何对抗上帝 前方的路还很漫长 他们已经做好随时迎战的准备